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接触到一系列的关键词 我们讲到哪一个就把它输入进去 那么晚上我传给施老师和刘老师等等 那就会有今天讲座的关键词 可以帮助大家去回忆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 以及再去然后思考吧 然后再形成自己新的想法 这就是今天的安排 下面请大家看一个幻灯片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这个图片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是我希望大家看的 大概我希望用这个图像 或者这些文字和图像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讲这个过程中 我还会用到一些案例 举的例子 可以用教学法 也可以用翻译 可以用传播学 可以用文学 我估计我今天用教学法的例子 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上次来讲的好像也是教学法 2.0 可能熟悉一点 那么一方面作为重温 一方面呢 大家熟悉一点 也方便我比较好的去拓展 今天的讲座和思路 几个问题 大家觉得写论文容易吗 好写吗 论文 特别是可以发表的 没有听见回答 看见回答了 有老师在摇头 我看见回答了 不好写 那么其实我也认可 我也认为不好写 而且我认为这两年越来越难写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写 连我自己都觉得 发表越来越难 当然我认为 我发表越来越难的原因之一 除了你们竞争性更强以外 竞争力更强以外 也说明我个人懒了一点 但我希望今天讲座完可以帮助部分同仁 同事 感觉到好像容易了一点 好吗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 论文写什么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说写论文 写的是什么 这样子吧 我写几个选择题 大家看一看 写的是道理 有没有可能是写的是道理 或者说写的是事实 或者说写的是课题 或者说写的是什么故事 当然除了事实可能还有现实 除了道理可能还有真理 除了课题可能还包括数据等等 写的是什么 这四个里头你会选择什么 选择第一个的 有谁 道理真理 两位老师 选择事实 现实的人 有多少 也是两个三个 多了一点 选择课题的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选择故事的 一个 你们猜我会选择哪个 哪一个 大声一点 全部 不会 我不会选择全部 我会选择其中一两个 重点放在其中一个上面 部分程度上 我可以接受 写的是故事 用故事 写的让人家愿意看 看明白 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所以故事 我部分 接受 是课题 课题 真正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 应该是一个课题 进行的过程 方法 设计和分析 以及结果 你把你做的课题 给写清楚 课题的过程和结果写清楚 就行了 下一个问题 灵感来自哪里 你写 总要有一个 我写什么 我怎么写 我用什么方法去写 那么总要来点灵感 来点启发 对不对 这个来自于哪里 你们往常来自 来自于哪里 大声点可以吗 教学 教学 教学实践 这个非常好 这也是我相信的一点 就是做啥 研究什么 做什么 研究什么 真实 有效 而且有数据 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来自于哪里 灵感 大声点 阅读 阅读也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经常说 文献 对不对 或者理论 修养 对不对 都来自于阅读 而且还可以知道 别人在研究什么 别人是怎样研究一样东西 他的看法是什么 对不对 阅读也很重要 下一个 我可能要问你的问题就是 这个了 怎样去读 也去思考一下 好吗 还有 还有来自于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 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最起码要想出一个 等一下我们去想吧 下一个问题 我把它放到前面来吧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 那么我问你的问题 读什么书 怎样去读 可以说一下吗 读什么书 你说阅读 对不对 读什么书 怎样去读 对我们的学术 和我们的灵感 或者我们的发表 或者我们的学术研究 有更多的帮助 有什么想法 可以说一下吗 学术论文 什么样的学术论文 好 第一个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 如果学术论文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学术论文 跟自己想要研究的 这个课题相关的 相关性很高的 还有呢 然后指导性的理论 指导性的理论 那我觉得指导性理论 还不应该看学术论文 应该看什么 经典 特别是书籍 经典 非常好 那么 你讲到著作了 那已经讲经典了 那我们就 经典 经典的意思 什么意思 著作 经典什么意思 悠久的 比较权威的 对不对 比较 叫做颠扑不破 反复证实过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长一点 不要紧 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都可以 应该有几本书 是指导你的 你会经常去看的 那么学术论文本身呢 什么样的学术论文 您刚才说 关联性的 有用的 指导性的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期刊级别比较高一点 期刊级别比较高一点 有实际用处 比方说 这个不仅是 学术总量 而是 一些实际的考量吧 我把它叫实际考量 你投过什么杂志 可以告诉我吗 这样子说吧 你喜欢哪个杂志 学看 你个人喜欢哪个 哪一个 发不了也 发不了也不要 什么 中国语文 假设你希望 即使我发表不了 全国有几千 几万个人在教语文 有语言学 还有外语 很难发 假设那是你的理想的话 你要去争取 万一发了呢 但是有一件事 你做了对你 发内力 会帮助很大 你投稿的时候 你如果投中国语文的话 一定引用一两篇 中国语文的论文 很关键 第一 现在的 期刊 都很关注影响因子 越新的期刊 它越关注这个 你引用它 2011 现在19年 你引用它 2019 18年的 论文 对它很有帮助 你看 你就等于 给自己帮了个忙 对不对 给自己 铺了一块石头 垫脚 对不对 引用它 第二 也满足一下 编辑的虚荣心 对不对 再一个 碰巧 你引用的是 刘康鹏老师的 刚好审稿又是它 它觉得我一定发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最起码可以做到 这个就实际考量了 那么学术论文 我说一下 我希望是最新的 除了你刚才说的 关联性以外 我希望它是 一两年 两三年以内的 不要太老 最新的 想法 来自于这里 最可靠的 想法 来自于这里 最 对自己 最有帮助的 应该是这个 这三个 都应该 照顾到 下面这个问题 把它搞小一点 因为 发现 对 这个问题 大家说一下 思想或者思考 和思路的差异 有什么差异 我们基本上 开始回来 考虑这个问题的 这个思路 思考 思想 和思路 有什么差异 思考是一个 正在做 一步两步三步 一种行为 对不对 一种心理上的 头脑里的行为 对不对 思考 绞尽脑汁 去想一个事 对不对 想清楚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思路 思路 也许是一个方向 但是也许不一定 很成熟 而思想 就升法到一个 更加成熟 也更加有真理性 那你起码想到 这个就很好 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 很好 很重要 我今天更关注的是思路 什么叫思路 在我看来就是 一条线过来 你可以看到一个轨迹 你可以看到一个 不是一个阶段 一个台阶 而是一个历程 你可以看到它来自于哪里 正在哪里 将来要去到哪里 思路很关键 它是一个历程 一个旅程 一个很长的过程 你知道它源自哪里 经过哪里 到了哪里 未来去哪里 很多人 每一篇论文 都讲的是一个东西 一个思路 一种想法 跟下一篇论文 没有关系 那它这一辈子 就很辛苦 但是如果每次都走一个 同一个方向的台阶 每次只是向上 卖一小步 每一小步 我都发表一篇文章 你三十篇论文 衔接起来 不会太难 你会有一个 虽然不成熟 但在不断成熟中的思路 容易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 表述的作用 我把它改成叙事吧 在我看来 思路的形成 叙事也很重要 叙事英文叫什么 Narrative 或者我把它叫 Narrative Building 是建设一个叙事 一个思路 刚才说的故事 讲故事的过程 大家猜一猜 我为什么会专门提到叙事 我刚才说它的 我刚才说 它的意思是 Narrative 或者 或者 加上一个building吧 我要强调这个动词 或者 storytelling 它还有一个意思 在我看来 另外一个英语来讲 叫 rearticulation 这个词 在我自己的思路过程中 很重要 articulation 大家学英语 都会学到这个词 把东西讲出来 实际上 我给它赋予更多的意思 不仅仅是讲出来 是把它讲得有逻辑 讲得自成一体 自圆其说 这叫做articulation 还有一个意思 我为什么叫 rearticulation 是通过我的 重新审视世界 重新分析 重新思考 我的想法 我把它表述出来 所以叫做rearticulation 这几个词 这个在我看来 绝大多数人 都比较忽视的东西 我先把它提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要不要轻松一点 但我不会给你们轻松的 我们下面还有更多的问题 下面这里 看一眼 这里 研究写作的环节 大概有到一二二四六八十个左右 这几个环节 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最重要 大家想一思考一下 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 把最不重要的放在最后面 大家想一想 告诉我哪几个应该放到最前面去 哪几个应该放到最后面 甚至应该 排除在考虑之外 大声点 应该放在哪里 放前面 放后面 放前面 还有呢 什么 expressive language 应该放在哪里 最前面 放第一还放第二 那我们就 接着你 我把它放最前面 把它就好 方便 我觉得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可能更实用性 强一点吧 对 这个analysis and discussion 那这个你觉得应该放哪里 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同事来讲 可能这个最实用 把它放在第一个 好 先放第一个 对 我们在不断调整顺序的过程中 也在重新思考 很好啊 我们在探索过程中 不要紧 放哪里都可以 宾威动物本来就很少 而且还不发生 就更加不存在了 两位男老师 有什么想法 放到最后 放最前 最后 比如说对于 对于老外来讲 我们的有些东西就叫 foreign ideas 对于我们来讲 陌生的就包括 我们不明白老外的 或者古代的 都叫 foreign ideas 还有呢 还有什么必须调整的 这里 research design应该放在哪里 数据前面 我的research design一直都不过关 我一直到这几年才真正的 关注到research design 好好去写 但现在已经越来越竞争性强 我也很难了 但是意味着 你如果没有这个research design的话 你完全发表不了 现在 完全发表不了 所以research design很重要 那要是那个conceptually guided study 是什么概念 conceptually guided study 既然施老师问起我了 我斗胆把它放到最前面去 方便我来解释一下 到我读博士可能96年开始 我才关注到这个 一直到我博士毕业 我才想明白什么叫conceptually guided study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在国外申请课题 一定要讲concept 你在什么概念引导下 去思考这个课题 去申请这个课题 要做出什么 你在概念上会有什么贡献和创新 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博士论文 开门见山 要讲清楚 你什么概念引导下的 一个study 你最后你的贡献是什么 作为很多审稿专家来讲 他也找这个 方便容易啊 人家一看你的论文 就知道你讲的是否最新的东西 最新的 包括概念 很多人以为概念 没用 但实际上 这个世界 我说下去的话 我先扩充 拓展一下说 这个世界 真正改变世界的 就是概念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更能说明概念改变世界 就是2.0 我的2.0来自于受到马云的启发 因为马云把世界改造成了2.0 本来都是我们去商店买东西 那个是1.0 有一个中心 我们去买东西 去付费 我们就是跟一个购物商场发生关系 他做出一个2.0的网络平台 每个人既是买家 又是卖家 又是评论家 又是传播者 又是很多东西 包括微信 你看 人的 这就叫做2.0 一个概念 改变了中国 那么马云的概念 来自于哪里 我上次说过 叫来自于Dinuzzi Dinuzzi 1999年 推出的网络2.0 他说我们的全部网络都是虚假网络 我希望网络变成一个平台 大家在上面 公平平等有序的发挥多重角色 把它变成一个共造共享的空间 这Dinuzzi说的 三年以后影响了马云 又过了三四年 他影响了我的教学思路 我说这个 还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个概念问题 也为了说明思路 刚才说到思想思考和思路 特别说到来龙去脉 特别说到来龙去脉这个词 很关键 一个独立 孤立的想法 不一定是可靠的想法 而且你研究起来很困难 但是你能说明 说清楚来龙去脉的思想和思考 一定是有道理的 你看我刚才就说清楚了 我的思路来自于这个社会 来自于马云 来自于马化腾 马化腾的思路来自于Dinuzzi 我再说到Dinuzzi 我还可以再说到前面 他的2.0网络 来自于1.0网络 对不对 1.0网络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信息高速公路 我可以把思路说得很清楚 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那么你就相信 你就可以相信 我这个思路是可靠的 只要我走在前面 我就可能做出新的东西 人家编辑就会看中我的论文 他就会觉得我的论文 是有创新 有创意的 在引领世界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 马云改造了世界 我相信 我起码在我的环境里 我改造了教学 然后我在改造的过程中 给自己铺垫了很多 学术研究和创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的思路了 讲到这里 因为毕竟时间有限 我不能太奢侈 去浪费时间 所以我要抓紧一点 我刚才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思想就是在碰撞中 在这种调整中 过程中不断地提高 就像刚才一样 所以没有正确和错误 但是按照我自己的做法来讲 我会把语言放在最后 特别是这个叫什么 这种语言 顺便说一下 我们语言教学的一些弊端 我们语言教学太喜欢教 复杂的语言 漂亮的语言 表意的语言 那种表情 就表达感情的语言比较多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 有些外教来讲 第一个要求就是 以后少用形容词 少用动词 为什么 因为这些表达感情有余 表达理性不足 尽量少用 包括 如果我看经常审稿 我看到有些人很喜欢用metaphore 我就反感 我就倾向于让他不顾 因为学术论文就是 就是要让人一目了然 知道你要讲什么 不要用这些 eufemism 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用这种 对称 对称 对比的语言 不需要 很复杂的句子 更不需要 所谓的押韵 包括连对外翻译 我都觉得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 那么喜欢押韵 你要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现代人 都讨厌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 平铺植树 不带花梢 不带修饰的语言 最重要 所以我把它叫做 no frills no feathers 不需要像 只有鸟 很喜欢去 选要自己的羽毛 我们就是把自己的 想法讲清楚就行了 在我看来 这个很重要 我就按照 一个论 这些都重要 但我按照一个论文的顺序 把它讲出来 一个conceptually guided study 这个感觉很重要 第二就是 课题的设计很重要 第三就是 我们刚才说来龙去卖很清楚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你研究的东西 你的想法来自于哪里 你在哪里多卖了一步 很重要 再下面一个就是 data and facts 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 写陌生的概念 只要你把来龙去脉 讲清楚 人家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对中国的概念 陌生的概念 也是感兴趣的 因为中国也是 世界文化和知识 积累的一部分 只要你能讲清楚 这些都很重要 在我看来 前面的这些 都很重要 蒙德贝克 大家知道吧 如果都不知道 我就不举这个例子 爱恩斯坦 假设他有一本书 相对论 his book sorry 这里都要改成his 学者 我们现在 写学术论文 提到他的话 最可能提到什么 把它改成 migrated from Germany to the States 假设有这五个 关于 安斯坦的一些 个人 经历 或者特点 我们写论文 最可能提到什么 大声一点 relativity 对不对 非常好 为什么会 你 给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提到 第四的可能性更大 relativity 相对论 这是他的成就 对 学术上的成就 还有呢 广远人知 因为我们是写论文 对不对 而且写论文 没有必要提到 很多细节的 包括他 即使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我们顶多是放在那个参考书目里头 引用书目 对不对 不会在论文里面提到 我们在论文里头提到的都是他的 不仅仅是学术成就 而且是他的观点 或者说他的思考或者思路 他的观点成为我们思路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我从他的这个观点到这个观点再到这个观点 是一个思路的过程 还有一点 和今天讲座有关 概念领先 我们引用不是因为他是个伟人而引用他 是因为他的某个概念打动了我 启发了我 让我又觉得有必要去引用 所以引用概念比引用一切东西都重要 引用一个说法很重要 现在大家回头再猜一猜 一开始就让大家猜这个图像 我为了表达什么 为了说明什么 为了传达什么信息 这里 很好 发现没有 刘老师在建立自己的叙事和说法 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很关键的一点 叙事的作用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通过自己的分析 建立出自己的说法 这个说法 只要你逻辑性强 就是一个成立的 可以接受的说法 刘老师这个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我基本上接受这个说法 每一个 就是一个课题 就是一个论文 这里每一个 比如说课题二里边 就是一个论文成型的过程和方法 很好 那么我 拓展一下说 这就是我们学术人生的旅程和过程 就从上面的图形来讲 基本意思就是 我们学术人生 应该是做完一个课题 再做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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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做下去 学术人生 学术人生是用一个个小课题串联起来的 互相关联的 互相关联的 互为铺垫 互为发展的一个过程 你从这一个发展到下一个 再发展到下一个 再发展到下一个 然后 受到一个 逻辑思路很清楚的一个思路的影响 在它的引导下 我不断地去拓展 不断地去加深 再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同时 也是我自己 在建立自己叙事的过程 建立我的说法的过程 做完这个 做这个 我在不断地建立自己的学术性说法 我自己的理论 只要你走到底 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专家 会有人请你去开会 有人请你去讲课 你可以发表论文 可以写书 这里每一篇都是一个论文 但是你把它综合来考虑的时候 你可以写成一本书 两本书 三本书 是否明白我的说法 可以接受吗 其实这些都是连续性的 包括阅读 阅读最好 也是有一个连续性的阅读 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 比如说经典书 我从头读到尾 家里我放几本经典书 没事就拿来翻一翻 假设是语言学或语言教学的经典书 我拿来翻一翻 不断地启发我 让自己记得 这是现代教学法的发展思路 拿几本经典的书 不断地翻一翻 但是每一个课题 有针对性的去读几个 每一个课题 我把它叫针对性阅读 我要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有针对性的去阅读几篇 极度相关的论文 最新的论文 去指导自己 你会发现 自己的阅读 基本上也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也会容易很多 说下去 启发和叙事都一样 都在不断地去延伸下去 先说一下我的例子吧 现在大家有个选择 我可以用教学法 也可以用翻译 可以用语言学 可以教学法和翻译吧 大家挑一个 我用什么做例子 讲一讲这个思路的形成 教学法有没有人 教学法几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翻译呢六个 翻译几个 一个两个 那就教学法 讲教学法 之前我先做个铺垫吧 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 无论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你都会发现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思路 是有一个大概和谐的一种发展过程 一个演变过程 特别是文科本身 特别是你到了文科相关的学科 比如说语言学 文学 或者翻译学等等 你会发现这个思路 有一个大致 接近的发展方向 而且 按照我的说法 我把它分成前现代 现代和后现代 你会发现 这些理论的形成和演变 有一个基本上 我们可以摸到痕迹 轮廓和摸出感觉的一种发展趋势 比方说 我用实践来讲 就是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 为什么他们发展趋势很接近 原因之一 就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 中国经常讲的几个数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了 比方说前现代就单打独斗 手工作坊等等 到了现代就是大工业 机械化流水线等等 到了后现代化 又变成自动化 个性化等等 又变成手工了 但是个性化的 在机械化的辅助下 在电脑化的辅助下 重新个性化 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你会发现标准 不断地演变 不断地多样化 不断地丰富 前现代是只有一种标准 一种真理 到了现代 有两种标准 三种标准 两种真理 三种真理 到了后现代 标准多样化 受众化了 什么叫受众化 比如说商业社会 那就消费者化 文学就是读者化 电影 电视就是观众化 更关注受众的感觉 你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 这个时间轴上的演变 那么我们回到教学法 你也会发现 按照时间轴 教学法 思想 理念 或者思路 也在不断地演变 前现代 基本上就是一种标准 课本标准 中心思想标准 考试标准 我们经常说的 应试等等等等 那么你去看 每间小学 每间中学 教学方法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个教学大纲和考试 在那里支配着它 我们把它叫应试教育 这个就是1.0 我把它叫负1.0课程 前现代的 到了1.0 那就现代了 标准更加严格化 也是只有一种标准 你会发现 前现代和现代 都是只有一种标准 然后 到了后现代 你会发现 现在越来越讲究 学生中心 我在八十年代 在广外教书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到学生中心了 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知道有这种理想 但我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甚至怀疑是否能做到 但就因为有这种敬畏心 或者怀疑心 我在不断地去探索 然后发现有更新的教法 只要你一进到后现代 你会发现标准多样化了 方法也多样化了 结果也多样化了 所以你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 比方说我们以前教的语法教学法 他关注的是语言本身 一到了交际法 关注的是用语言交际的能力 对不对 到了问题中心教学法 关注的是怎样通过语言去解决问题了 或者学会语言怎样去解决问题 到了Core and More 就会发现 关注的是怎样用电脑 移动设备 数字设备 去提高学习效果 或者怎样去适应这种电脑化 数据化的社会 然后到了内容转向认知等等 我自己关心的是 2.0课程 你看我基本上 我知道我的思路来自于哪里 也来自于我个人的经历 我小学中学大学 都是前现代或者现代的教法 从我自己的经历这里 我知道我要不断做下去 我开始去探索2.0课程的可能性 当你进入到2.0课程以后 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最起码你可以去中诉 马云怎么说 马化腾怎么说 Dinuzzi怎么说 你可以做个中诉出来 这种中诉呢 在某一阶段是可以发表 比如说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叫2.0 这时候你可以去做个中诉 也能发表 但做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 有更多的东西 可以去研究 比如说 在一个2.0课程的氛围里头 你会讲 内容要改变 什么叫2.0 2.0要大家参与 学生充分地去参与 那么你说 如果教材都是我提供 老师提供 只能用一本教科书的话 你就做不到学生参与 对不对 所以我开始探讨 学生内容 学生做出来的内容 怎么把它改造成教材 你再进入新的环节 你也可以去研究 2.0课程 环境下 我怎么设计一个课程 一个新的课程 语言课程我怎么设计 文学课程怎么样设计 等等 还可以研究新的术语 还有效果评估 2.0 新的环境下 你怎么考试 以前的应试教育 考试很好 领导把试题给你 你把它引印了 发给学生 考了就行 那么新的你怎么考 个性化教学 状况下 你怎样去考学生 还有案例等等 你可以做很多 假设我关注的是 学生内容 我也可以去想一想 去解决新的问题 比如说 学生内容 怎样制造出来 大家知道 如果用学生内容 会面临规模的问题 质量的问题 学生内容 我怎么提高它的质量 学生内容 山一样多 我怎么去使用它 有选择的使用 对不对 我怎么去评估它 你就会发现 你又可以 研究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我说的 你假设回到 前面我这里说 假设回到这里 你实际上 我就是在一个课题 一个课题的解决 教学问题 我在建立我的教学法研究的 一个学术生涯 回想一下我的研究 实际上我第一个研究的是 在一个中国老师去到西方 怎么去搞个性化教学 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个我发现很难以后 我起码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关于怎么样用澳洲内容 去教中文 人家教中文都是 用中国教材 台湾教材 我在想怎么把澳洲内容 放到教材里头去 变成本地化的教材 对不对 那这是我第一个课题 我第二个课题 我具体来讲一下 首先是思考 我去研究什么 我研究的是在澳洲的学生问题 学中文或学翻译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是 学生不同 我怎样去考核他们 假设以前我的一个班 无论什么水果 我都把它当作苹果来教 我很好考试 我用苹果的标准 去衡量一切人 对不对 现在我希望我的班里头 苹果 鸭梨 香蕉 任何水果 都可以 用个性化的方法去考 考核 我怎么考核 那这就是我思考的问题了 但我思考的问题 是受到启发的 我的启发就是 以前 标准化教学 我在澳洲行不通了 以前这个种教法 叫做老师中心 在学术上已经被抛弃了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都在强调学生中心 但是怎么去实施学生中心 我直到现在 我都说 我到澳洲 没看到哪几个学校 是真正学生中心的 为什么 我会逐渐找到一些问题 第一 没有解决考核的方法 第二 没有解决内容的问题 你只有一种内容 你就很难做到 个性化教学 对不对 你就在不断地去思考 我知道未来的走势是什么 全世界的语言教学 都在说学生中心 我知道我下一步 要走到学生中心 我也知道 我要解决具体的内容 或者具体的教学方法 我要去做探索 我知道思路来自于哪里 我知道思路下一步 要走到哪里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 思考以后 而且你在一直在看书 通过看书 我知道现在时髦的是学生中心 但是我怎么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那我去查书 查最新的发表的论文 我会发现几个最新的说法 概念上 一个叫 Self-directed learning 我记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叫学生自主或者自导学习 还包括其他的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等等 那你去有针对性的去看书 那对你的帮助就很大 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第二个课题 还有一点就是数据分析 这也是我们很多学者忽视的 我们很多人都在写 事实 真理 或者别人说什么 我们忽视了去做一个课题 一定要牢记 我们要把课题给做出来 而不是其他 实际上除了数据分析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个 我自己忽视的叫做课题设计 要设计一个什么课题 要知道自己研究什么 我记得我当时 做的一个课题就是 我把我的课堂实践拿出来分析 我把学生的表现拿出来分析 比方说 我把几个学生怎么去完成作业的过程拿来分析 我还有一个分析方法就是 我分析同样几个学生作业 我用什么方法去评估它比较合理 用以前的标准方法评估不了 因为学生个性化作品 对不对 我后来通过分析 我提出一个新的评估方法 叫方案评估法 我在学生作品里头增加了一个环节 他首先要告诉我 他做一个什么作品 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然后我用他的承诺来评估他的作品 这就叫做方案评估法 就像种水果一样 果农要告诉我 他种什么水果 种苹果的话 要种出一个什么样的苹果 然后我用他的承诺 来评估他的作品 这个我把它就叫做方案评估法 然后你看 我把它作为方案评估法以后 我做出一个针对性的叙事 或者表述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削足实捋 对不对 我说原来的考试方法 是削足实捋 现在新的考试方法应该是 他想要什么鞋子 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叫做budget 叫做什么 叫做预算 他怎样买到一个最合适 最好看 最功能性 最完美的鞋子 这就叫做方案评估 方案评估 是把这个过程给完成了 这个课题写出来了 后来也发表了 这就是其中一个课题 然后你不断地做下去 我不断地做下去 一直到最近发表2.0课程 这就是一个思路形成的过程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思路 从前现代走到了后现代 从负1.0 走到了1.0 走到了现在的2.0 现在讲的这个思路 大家是否清楚 还有一些具体的我不讲 但是没时间讲我就不讲了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学科 你都会注意到 它有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 到后现代的一种过程 而且你能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只要 关键是以翻译为例 你知道了它来自于 忠实准确 灵活对等功能等等 一直到后功能 各种可能性 你在里头找到了一个环节 再做下去 比方说我最近在做行动翻译 行动翻译里头 我可以研究很多东西 那么你找 你可能找的是辅迹翻译 你找的可能是在地化 或者创意或者改写 你就继续地研究下去 那么你也会形成一个思路 你也会成为一个理论 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分子 一个环节 而且你可以继续发扬工大下去 你可以继续地挖掘 深处 你可以不断地做下去 强调一下就是 大家一定要想一想 怎样去建立自己的思路 怎样建设自己的说法 找到一个环节 然后呢 可以把自己的来龙去脉 我自己的想法 我做了什么课题 根据我的课题 我整发明了什么概念 什么思路 你可以讲清楚 你的论文一定可以发表 而且一定是有用的 其实呢 我的讲座到这里 就基本上 我把我想讲的都讲完了 其中大部分是 大家都是大家分享的结果 基本上你看 这是我承诺做的东西 我很关注分享 所以跟大家分享视频 但我也很关注 现场的寄信的共造 大家把一个东西给造出来 所以今天这些想法 很多也来自于你们 但是你也会发现 我的共造的想法来自于哪里 实际上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世界上 很多东西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 比方说现在整个世界 就是一个二点零的世界 你不共造 你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立足之地 就像我今天 我也希望 我的讲座是大家一起参与 互动 共造的 一种过程和结果 无论我是否成功 我在付出这方面的努力 希望朝着这方面去发展 这就是我最后强调的一点 自己研究的 不仅是自己做的事 知道的事 而且自己相信的东西 所以我加上一点 自己相信的东西 把自己的信仰给做出来 所谓的身体力行 当你身体力行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容易了很多 你要做的学术活动 也容易了很多 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体内容 有没有问题 下边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交流吧 好不好 一方面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东西 我根本连想都不想 不要太为难自己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如果只要我想做 我什么都能做下来 我就一点点积累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博士 花了四年以后 他的这四年里头 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的 如果我不读博士 我四年 我一点点积累去把一个课题做出来 写出一个论文 我相信也是有点可能 再一个 我关注的是国际发表 国际发表 跟你的职称和学历 没有太大关系 国外不太考虑这个 国外主要考虑的是你paper 但你paper本身人家考虑的是 你那个课题化做到了没有 其他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线上课程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线上和线下 都一块来执行 线上课程我们还蛮处所无策的 不知道走不去 像您说了好多有标准 然后自己去设定一个 这个教学实践本身 教学实践本身 我可以讲两点吧 一个教学实践本身 一个是学术发表 教学实践本身 如果是一个抓虾的状态 实际上也是给你一个创新的机会 你也要看你的这个环境下 天时地利人和 是否允许你去创新 对不对 只要行 我就把我的教学工作 改造成一种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会有意思很多 我觉得 如果改造的过程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话 就学术以外的麻烦 我觉得那就没必要 实际上你在探索的过程 你就在做一种行动 我们把它叫行动研究 如果你在行动研究的前面 加上一点设计 我刚才叫research design 你把你的这个探索过程 设计一边 一番再去实施 你就在做一个课题 然后你在设计的过程中 尽量地把它规律化 科学化 系统化 那么你最后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是很有发表机会的 因为这个学科很多人写的都是 张三说啥 李四说啥 这个学科 他在说一个论断 在说一个人银意云 你在做一个实证性工作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这个课题 做得更好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 去看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学刊 找几篇自己理想的论文 按照它的设计 把自己的行动设计一番 把数据收集起来 按照它的方法去分析 得出自己的分析结果和结论 用它的论文结构 把自己的论文写出来 一点点写 不断地写 有一天 勇敢地寄给某个心目中的学刊 国际上的 看它的反馈 改写 比你无头苍蝇 或者比你坐在电脑上 苦思冥想缺 好得多 那样你用几年试 可以写出一篇 我认为无论任何论文 包括Natures或者Science 这种杂志 都是可以写出来 我告诉你 Natures和Science 中国有些团队写 它是用了二十个人去写 虽然签名字 签了两个人三个人 它用了二十个人 两年的时间去写 那你像算起来 就一个人四十年的功 投入 去写一篇的 我也像我们语言老师 用四五年一个人写 可以写出来 所以我们效率不比他们差 你说 这个点什么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只是为了区分它 四条不同的点 但是你可以说出来一点道理 第一个思路 应该是一以贯之的 有一个很清楚的连续的一个发展轨迹和里程 它应该是连续不断的 这一点重要 其他都是这些 为什么我用这个叙事 为了说明它断断续续 都是我个性化的叙事 只不过大方向我要把它给连贯起来 智性研究 智性研究 对 您有什么建议 我做的东西 大多数都是智性研究为主 量性为辅 我会有一些数据 但我知道 我数理 数据那个statistics 叫统计很差 如果我用统计 我会让学生帮我忙 但我大多数都是 最基本的统计数据 我今年还在system上面发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就是我学术 生涯里头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次闪光吧 我以前没发过的 一个在我心目中最好的杂志 它的因子比任何翻译都高得多 我发了我很满意了 这篇文章里头 我用了最基本的数字 比方说百分比 这个班是50% 那个班是20% 最简单的比 但是我大多数的是智性 智性方面 这个很重要 思路和叙事很重要 你个性化的叙事 比方说 还是以2.0为例子 2.0来自于 谁 谁 谁 我往哪方向走 你要交代得清楚 你在交代思路的过程中 你在参入自己的合理性的 逻辑性的说法 自己的叙事 您就刚晚上 您是用访谈呀 过的查呀 还是什么 我的是 我的是 最后这篇文章 我用了 学生给我的email 我的teaching plans 我的这个 每次课程的 教学 你们叫教学什么 教学计划 就个性化的计划 当天我要做什么 那我这个 我就可以记录 我做了什么项目 对不对 做了什么活动 这个活动耗时多少 学生用了多少 我用多少 等等 对 还有我 还有一个叫 student content plan 学生内容库 那我学生内容库 也是数据之一 有量性 有量化 有质化 量化 很基本 但是我在量化的基础上 比如说 我说 多少年 2012年 我有多少 学生作品 2015年 我有多少 多了多少 原来5篇 后来15篇 简单的数字上 增加了 对不对 但我在 质化方面 我可以做出 很多说明 第一 学生的作品增加了 第二 学生作品增加 使用了以后 老师的作品 使用减少了 对不对 你在做一些 自信化的 但是逻辑性的分析 和 自己的说法 其实我还要补充一个 这个启发 还有一点 这里没写过 比方看人家的论文 自己去开会 同事之间讨论 一个小团队的 合作等等 很重要 行动研究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想跟您 刚开始 刚才提了一下下 翻译研究中的 行动翻译 这个部分 有关系吗 行动翻译 是不是什么 关系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你这个问题 第一 在我看来 这个世界上的 大多数思路 都是朝这一个方向 去努力的 去演变的 我自己的 思路形成 不仅仅是翻译 或者学术 教学 也跨到其他 比如传播等等 我相信很多方面 可能比翻译的学术 水平发展的要高 包括传播理论 我在传播那里 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这里启发可以在 同行交流 包括 同行还应 除了同行 隔壁学科叫什么 叫做跨学科吧 跨学科 交流 你会发现 传播理论学完以后 或批评理论 学完以后 回到翻译学 你会发现 自己马上 好像 好像优等一点的感觉 这种启发 第二点 说到行动本身 你会发现 在传播方面 在社会运动方面 在艺术方面 越来越活 越来讲 比如说艺术有 中国有什么 叫做行为艺术 行为实际上 就是action 你会发现在 这个linguistics方面 讲的是 speech acts 他说语言不是一种语言 是一种行动 行为 行动本身 在形成一种新的趋势 我把它回头去 引导我的教学研究 我的教学方面 学生越来越多 performance 在我的翻译方面 越来越多的行动翻译 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行动翻译 以前的林旭翻译 就有点行动翻译的味道 十年前有个学者 叫有一个翻译 叫做袁天鹏 他的翻译就是 真正的行动翻译 具体我 具体因为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说得很清楚 再举个例子 文革期间 中国很多放电影 他没有字幕 也没有人 也没有配口型 他是有个现场 有个人翻译 那也叫做Action Translation 但我用的是Activist Translation 感谢郑老师 跟你们聊吧 谢谢 抱歉 耽搁大讲 花小小薰 都要压开 超小薰 吽 像